梅窩是香港大嶼山的東部 環境優美是香港郊遊度假的好去處 而且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漁村 仍然保留了一些古蹟 都可以在這裡看得到 今天我們就一起走一走梅窩 在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和訂閱我頻道 創作不容易 感謝大家支持 去梅窩可以在中環的離島6號碼頭 乘搭渡輪出發 船期都好密的 大概3-40分鐘就會有一班船 可以選擇普通渡輪和高速船 如果高速船的話大概40分鐘就會到達 而普通渡輪大概55分鐘就會去到梅窩 而船費星期一到六 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都是不同 詳情我都會留在影典的簡介 或者大家也可以到杜輪的網頁查詢 坐了一個鐘頭船 終於來到梅窩了 原來都挺方便 我見到很多食肆 還有這裡都有巴士站 去魚景灣那邊的 我們一路走 附近都有很多食肆 最後我們來到一間羅馬餐廳吃飯 這一間餐廳都挺旺場 入到去差不多全場爆滿 坐下吃飯 我餓了一間羅馬餐廳 就搭船 然後就找餐廳吃 一杯碾腿 我最少不少吃飯 因為它很甜 好像我那樣甜 我點了牛扒火腿 腸仔意粉 由於實在太餓 所以我選擇了一個 能夠收拾上去就可以吃的快餐 本來已經對這個餐是沒有期望 只是想盡快甜飽個肚 想不到也挺好吃 牛扒很厚肉 很有口感 而且有趙頭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太餓 所以覺得這一碟的牛扒意粉特別好吃 吃完午餐了 現在出發 今天的行程是相當輕鬆 只是在梅窩碼頭 去到南山古道的入口 在綠地堂耕樓附近了一個圈 之後就會到達銀礦灣 即使現在天氣這麼熱 都可以做一個輕鬆簡單的行程 現在走的路都幾舒服 沒什麼人 真的很優靜 還有它有一種鄉村的感覺 去綠地堂耕樓 是經過南山古道方向繼續前進 途中會經過一個剛隔了的河道 是一個很好的打卡位置 這個位置很棒 好像古蒙明一樣 堆散石頭 好像一些明星古蹟一樣 但其實是一些現代的人造建築 很漂亮的 應該是拍照的打卡的秘境 這個位置 河堤的兩邊干擀了 地上都是掌門的野草 從上而下 負陷這條河堤 環境真的很特別 我們在這個河道玩了一會兒 我們繼續向綠地堂耕樓出發 途中有不少人在這裡踩單車 吹著風踩單車 都是一個不錯的戒日消限活動 會經過一個涼亭 原本我只是想在涼亭休息一下 想不到我們入了涼亭之後 就見到另一個神奇的景象 見到一大群牛群 原來牛群定時會在這裡吃草 所以這個涼亭外圍是有欄杆圍住 但就沒有上鎖 人可以自由出入 好可愛呀 剛剛碰到木牛羊 正在放牛 原來是一個原居民伯伯 會定時在這裡放牛郎牛吃草 梅窩也在這裡 旁邊就是溫氏鍾馳 梅窩原本是一個漁村 當年就跟大澳差不多 在近岸就見了很多棚屋和漁船聚集 但後來以旅遊業為地區經濟發展 將原本部分木屋的居民安置到原卓村 之後也將居住在棚屋的漁民 安置在銀灣村 最後就清拆了棚屋 早期在青嶼幹線和港鐵東沖站未落城之前 梅窩是除了如景灣之外 提供了渡輪服務 連接市區的地方 也是大嶼山居民 往返香港島的唯一通道 我們來到銀礦灣 道價酒店對外的沙灘 就吹吹海風 這裡的銀礦灣是因為附近山上有銀礦洞而得名 而這個洞以前是真的有原礦 除了大部分原礦的礦石之外 還含有少量白銀 因此這個內灣就叫做銀礦灣 這裡是三面橫山的海灣 是香港一個出名的沙灘 現在回到碼頭 今天就很輕鬆 玩了一天在這個梅窩那裏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分享給朋友和留言 最重要就是按我的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的新影片 約定你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